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打电话问她同班同学才知道 我闺女一整天都没上学 我和我老婆也就着急了 问遍了平时跟我闺女要好的几个同学 都说不清楚她去哪了 你稍等 杜志勋打断她说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女儿失踪之前 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承 徐宝昌看看老婆 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 那她有没有举止比较奇怪的之后 比如说对你们说过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或者提到过一些从来没提到过的人 徐宝昌想了想 还是摇头 没有 我们闺女一直都是很乖的 从来不跟不三不色的人来往 失踪的前几天也都很正常 没提过什么奇怪的人 坐在一旁坐笔路的郭荣荣实在忍不住了 插嘴说 按你们这么说 徐露失踪的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如果她在上下雪路上被坏人绑架 当时还是那两天呢 路上应该会有目击者的 但是附近派出所和110都没有接到报案 你说她失踪前一天回家表现都很正常 但是睡了一宿觉 等第二天早上 她就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 之前既没有跟你们争吵过 也没有被坏人勾引过 那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又怎么会突然就被离奇杀害了呢 难道你女儿中邪了不长 郭荣荣还想往下说 被杜志勋制止了 毕竟徐宝昌夫妻刚刚经历丧女迟通 其实郭荣荣说的句句都在点子上 徐宝昌嘴唇抖动半天 也找不出一句合理的解释 这时候 徐宝昌的老婆孙美娟 突然脸色大变 似乎想到了多可怕的事情 她情绪忽然失控地大哭起来 用力垂打丈夫 都是因为你 你害了咱们闺女 是你害了她 徐宝昌跟木雕泥素一般 任由妻子打骂 一声不吭地受着 这一下 把在场的警察全都弄愣了 不知道他们这是因为什么 好容易把孙美娟拉到旁边 让她情绪平静平静 杜志勋 问徐宝昌说 你妻子刚才是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说你啊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 徐宝昌满脸的悔恨 又带着轻孔 犹豫了好半天才说 我在 我在我女儿失踪的前三天 我吃饱了撑的 跟人玩蝶仙 可是 请蝶仙的时候 我没听柳瞎子的话 瞎想瞎看 结果 结果 结果怎么了 我看见那个红衣女鬼 我当时吓得大叫了一声 从凳子上摔下去了 叫了一试 柳瞎子说 我们请的蝶仙就送不走了 柳瞎子还说 我们要倒大霉 当天晚上 我就梦见我女儿跟着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孩走了 我吓醒了 就问柳瞎子 让她跟我解解梦 柳瞎子说 这是鬼领人 那是蝶仙看中我家闺女 要带她走 我吓坏了 问她该怎么破解 她说 我要是能留住女儿三天 等蝶仙厌烦了就会离开 选别人 从那天之后 我女儿上下学 我都接送 一连三天 只有第三天我病倒了 没去接的 但她放学之后自己回来了 我以为都没事了 可是没想到 第四天 第四天头上 我女儿竟然自己走了 警长同志 你说是不是我害了她呀 我女儿真的被鬼领走了吗 要是换成平时 大家听了也许会哈哈一笑 告诉这个徐蔡农 哪有什么鬼呀 都是封建迷信 然而 一想到徐璐 被诡异手段摧残致死的尸体 再听说这个死者父亲 亲身遭遇蝶仙的经历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在这些人中 最为震惊的人 莫过于丁钱 她对红衣女孩的印象 比任何人都要深刻 她不仅仅是一个 虚幻恐怖的存在 她还像幽灵一样 接连两次 住现在自己眼前 没撞过鬼的人 永远无法体会 那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 丁钱唯一比这位徐蔡农 幸运的地方就在于 她不必担心女儿 或者女朋友被鬼领走 她都没有 不过听了徐蔡农的 这段壮鬼的经历 苏武给了丁钱一个启发 让她脑海中闪出一个假设 一个荒诞至极的假设 这个假设把红衣小女孩 和神秘的鼓动军事乌云飞 以及案子里 全部离亲元素 都联系上了 但这个假设确实够荒唐的 丁钱姑且用 发散性思维想想而已 没打算跟别人说 没曾想 这时候郭荣荣 毛愣愣地叫她 喂 她说 你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郭荣荣是纸扎的老虎 表面上扎扎糊糊 胆子最小 她现在急需一个 学识渊博的权威 把这个鬼给戳穿 给自己宽宽心 丁钱见大家都不言语 一个个明明心里发虚 偏偏装得不以为然 冒出了一股恶作剧的心态 她让人先把徐宝昌请走 让她受刺激 然后索性对大家说道 我通过了解 得知被害女孩徐露 被人施了两种法术 一种是藏教密宗的军魂术 先封住女孩身体的酒窍 之后在徐露头顶 定入一个叫金刚绝的法器 就是那个白色的骨钉 这样就可以在她死后 将灵魂困在她身体里 还有一种是茅山道法中的五雷斩 在咒符上写上五个雷字 一个斩字 边念咒边用火焚烧 有响鬼除妖之意 在把徐露的尸体置于楼房的地基下 这是要借助高楼配合咒术 将徐露永远镇压住 这家方法自古以来 都是用来镇压鬼魅 防止妖魔危害人间的 郭荣荣惊疑不已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难不成徐露成了鬼了 其他人的反应 也跟郭荣荣差不多 惊愕地望着丁谦 你们不妨这样想 假如徐宝昌跟人玩蝶仙 真的看到一个红衣女鬼的话 那个女鬼就是他们请来的蝶仙 他们破坏了庆仙的规矩 女鬼没被送走 厄运降临在她头上 把她女儿徐露给领走了 那么徐露其实就等于被鬼附体了 这时候出来一位精通法术的神秘人物 施展咒法 把被红衣女鬼附体的徐露给振服了 你们觉得这个解释是不是说得过去呢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